生活对每个人的磨难都不一样 因此我们对生活都有自己的定义 这个用四肢在地上爬行的女人名叫玛丽亚 她已经这样行走了二十几年 玛丽亚脖子无法伸直 所以她必须一直仰面看向身后 在地上行走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 这是玛丽亚的母亲希拉 玛丽亚无法完全控制她的身体 尤其是她的左手和两条腿 所以她一直在地上爬行 因为这是她唯一可以移动的方式 玛丽亚已经三十岁的 没人可以一眼就看出她的年纪 除了村子里从她一出生就认识她的人 希拉一共生了两个女儿 玛丽亚是姐妹中的老大 另一个女儿比她小五岁 两个女儿出生的时候身体都十分健康 但是现在三十岁的玛丽亚却过着这样的生活 而妹妹已经结婚并且生了两个孩子 她嫁到了距离村子很远的地方 小时候的玛丽亚十分乖巧 她谈吐得体很懂礼貌 甚至上了小学二年级 可是到了三年级的时候 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多事情 玛丽亚的父亲不幸在一次意外中去世 这对玛丽亚和她的家庭来说 是个巨大的打击 一家人悲痛欲绝 第二天 玛丽亚在外面当了一段时间 回来后 她告诉母亲自己很累 便去房间里休息了一会儿 根据母亲的回忆 这是最后一次见到玛丽亚像正常人一样 她睡得很长一段时间 西拉总进房子想看看女儿怎么样了 但是眼前的一幕将母亲吓了一跳 玛丽亚的脖子像骨折了一样 她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大小便也全部失敬的 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直到现在 他们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尝试寻找医生 但是并没有治好玛丽亚 从那以后 玛丽亚便不会开口说话 一般人很难从她嘴里发出的植物声 明白她所想表达的意思 尽管玛丽亚过着这样困难的生活 但是她喜欢做饭和很多家务 母亲很开心能够看到玛丽亚 可以自己扫地做饭 所有事情玛丽亚都尝试着自己去做 但是她无法控制她的脖子 他们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许多人都愿意帮助这对可怜的母女 母亲的愿望就是想得到一个轮椅 这样玛丽亚就可以不用趴在地上行走了 当地的慈善机构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 因为玛丽亚的村子距离镇上比较远 他们除了买一个轮椅 还购买了可以吃很长时间的食物 驾车带着物资开了一段泥路 工作人员来到了玛丽亚居住的巴尔法村 母亲看到梦寐以求的轮椅 和这么多自己从未见过的食物 希拉十分开心 轮椅的价格昂贵 玛丽亚从没幻想过自己能坐上轮椅 母女两人开心地唱起了歌 工作人员还给他们带来了捐款 这些钱都来自于社会上的好心人 母亲说自己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暖暖的真情让希拉袭击而泣 临走时工作人员还在房子附近盖了一个厕所 母女二人再也不用躲在树林中的 轮椅 食物 现金 突然得到的资助让他们也变得十分危险 考虑到当地的治安状况 工作人员决定通知村长 因为银行距离村子比较远 他们希望村长保护母女二人的安全 玛丽亚坐上了新的轮椅 她去了很多早久想去的地方 今天这个家庭在幸福中度过 母亲拿出牛奶分享给邻居家的小孩 他们都太贫穷了 几年都不会换件衣服 当我们认为失去一切的时候 不要忘记还有希望 虽然不知道她从何而来 但一定不会缺席 一些利益 enseñ